今天又过来摆地摊了 之前跟大家说过我们这里的地摊费呢 大概是36美元 今天的人啊特别多 我现在在排队交摊位费呢 在这交摊位费呢也可以在网上预定 但是在网上预定呢 要交三块钱的手续费 所以一般我一个人来的时候呢 我就在门口排队 今天差不多是八点钟就来了 八点钟的时候排队交摊位费的人最多 大家看一下前面还有七八辆车吧 我前面有个大货车挡着 所以就拍不到了 看一下这个地摊市场 现在的人不是特别多 很多人都没有开始摆呢 Thank you 今天算是来的比较早的 很多人都没有摆好呢 今天啊我尝试了几个新品 之前都是卖一些首饰啊 小玩具什么的 都是吸引一些小孩和一些女生 这次啊我准备卖一些工具 这些啊是我新进的一些货 就吸引一些男生 之前啊我也看到过很多人在这里卖工具啊 生意还不错 因为在这个地摊市场啊 很多人都是一些蓝领是搞一些技术类的或者是体力活的 但是啊一直觉得这些工具啊投入成本还挺大的 我一直都不敢尝试 还要进货呀什么的 所以说这次我终于下决心尝试了 因为我卖这些首饰啊小玩具啊 感觉利润也是有限的 而且卖了这么长时间 感觉卖这些东西生意可能也没有之前好了 所以我想试试新品 我就刚摆好啊 我新进的这个工具套盒啊 就卖出去了一套 本来觉得这种套盒挺精致的 老美应该挺喜欢的 结果这个人是一个超汉 他说他不要这个盒子 要一个口袋装起来就好了 看来卖给老爷们的东西啊 不能搞得太精致 要实用才好 谢谢 做一个套盒我卖15美丽 大家猜猜我能增多好钱呢 不一会儿又有人来看了 而且爽快的成交了 看来我这个新品没有选错呀 感觉男生买东西要比女生爽快一些 基本上不怎么讲价 看好了要多少钱 他们觉得合适就会买 不合适啊 他们就会直接走掉了 当然呀 我这些小饰品啊 也是要卖的 毕竟这些还是挺好出手的 你看这一家人就选了好几条项链 这个男的负责付款 我发现在这个地摊市场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好像女的都不管钱 付钱的都是男的 男的拿钱包 女的呢只管跟孩子买东西 我不知道这个在美国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反正啊 我听说很多人嫁给美国老公啊 基本上不给钱 只给信用卡和带你买东西 如果大家有经验的朋友啊 可以告诉我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是在美国 男人是掌握家里的经济大权的吗 当然也有很多人是光看不买的 我发现在美国有很多男生也挺爱逛街的 比如说我跟我老公逛街吧 我老公基本上买什么去看了拿了就走 但是在美国这边啊 我看到很多男的就是逛呀逛 即使他不买啊 他也会来看呀逛呀之类的 一般他不买呢 他就会说下次再说吧 我们这个工具套盒啊 虽然对于很多男生来讲 这个盒子是多余的 但是很多女士啊 还是很喜欢这个套盒的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可以当做礼物 去送给他们的家人 我要拿15 我以为你要拿10 我需要10 how much is this thing? six alright I'll take it take one? this one? does it just come with one battery? yeah one battery she's selling them today I'll tell you what you guys get over here see what they do on the batteries there's a little paper disc in there and that disc has gotta be removed six even? yeah okay and you can't remove it? yeah 卖我那个工具套 核式芯片 还有这个手电 这个手电 小手电是别人让我带卖的 这个大手电是盒子有一些瑕疵 然后呢 我也卖 虽然是这些东西 不一定每个人看了都会买 但是还真的有挺多人过来看的 有的人他买了一个觉得挺好的 他就回来又买一个 这个小手电其实我卖5块钱也行 一般呢我都要6块钱 有的人呢他就会奖价 有的人啊他就不奖价 这次尝试的这些新品呢还都不错 虽然是自己也投资了一些 但是感觉回报率还是不错的 反正不至于亏本吧 下来以后要多多尝试新品才行 也欢迎大家给我提意见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呢 也可以告诉我 今天差不多能卖400多美元吧 有一部分呢是这些新品 一部分呢是卖这些老品